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部分企业 表面上是为政府和企业提供了一个论坛 讨论和协调有关供应量的安全 劳动力的发展 联合研发项目和补贴的政策 实际上目标是建立一个排除中国大陆在外的半导体产业 企图扼杀中国大陆的整个半导体行业 一年都过去了 这个联盟似乎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 各参议方甚至连初步的议程都未能达成一致 美国政府正好亲自出马 在上周出台了一系列对中国半导体行业的封杀禁令 为什么芯片四联盟没有起到作用呢 印度的欧亚时报在10月16号发表的文章进行了分析 说有三大因素导致芯片四联盟举步危艰 最大的一个因素是中国大陆是世界上最大的芯片市场 这是世界上最大的半导体制造设备市场 芯片四联盟的企业都在中国大陆有巨大的利益 各大公司都对各自的政府施加了压力 要求放慢与中国大陆脱钩的脚步 这种利益关联是如此的密切 以至于芯片四联盟的筹备会议也推迟了将近一年 今年9月30号是由美国主办的芯片四联盟工作组的首次会议 在美国驻台湾协会举行 韩国和日本犹豫不决的同意参加 这次会议除了台湾当局的所谓经济部长发表了讲话以外 并没有取得什么成果 根据中国海关的数据 集团电路也叫芯片 去年占台湾对大陆出口的62% 价值达到1550亿美元 如果台湾必须遵守美国的限制 其损失可想而知 台积电在中国大陆内两家金元厂 能够生产16纳米和28纳米的芯片 未来还有扩建的计划 台湾以大陆的经济联系如此紧密 自然不舍得轻易放弃自己企业的利益了 韩国的情况也类似 中国是韩国最大的贸易伙伴 2021年韩国对中国的出口 越占其总出口额的25% 而韩国对美国的出口 仅占总出口额的15% 中国也是韩国最大的进口来源国 三星电子在中国西安的两家 NAND闪存工厂进行了大量的投资 西安工厂的产量占三星公司 NAND闪存总产量的40%以上 那再看日本 日期在半导体生产设备和材料领域 占据着全世界较大的份额 中国大陆是这些企业的最大市场 美国要求他们停止为中国大陆供货 必然会让这些企业损失惨重 根据美国半导体行业协会ACMI的数据 去年中国大陆半导体设备的销售额 达到了296.2亿美元 同比增长58% 占全球半导体设备市场的近29% 第二个因素是 芯片四联盟在半导体产业 存在互相竞争的问题 三星等韩国公司不想与台积电 这些台湾同行分享它的商业机密 三星公司担心它的技术 比如说材料或者是晶体管的设计 可能会被竞争对手台积电 或者是美国的英特尔公司使用 因此不愿意与竞争对手分享技术 根据报道 三星的内存公司不愿意使用东京电子和尼康 等日本半导体生产设备公司的产品 反之一言 还有一个因素是政治问题 日本和韩国之间的历史仇恨仍然没有消失 因此双方政府都不愿意说服它的半导体产业 充分合作 在政治上 芯片四联盟还有一个棘手的问题 那就是使台湾成为一个正式伙伴 美国日本和韩国都奉行一个中国的政策 如何在政府间的论坛中集于一个不是法律上的主权国家的台湾地区平等地位 这是个大问题 正是因为上面这些原因吧 芯片四联盟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合作伙伴之间的内部冲突 因此呢 美国才决定暂时抛开这个联盟单独行动 但是也因为日韩台都不愿意配合 美国政府对中国的禁运行动 效果恐怕会大打折扣 一位美国官员告诉路途社 虽然美国政府单方面对中国实施的限制措施 在短期内能够起到一定的作用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美国实施的单方面的限制将实习效力 那么这一篇呢 是印度的一篇媒体做的一些报道 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